新北市28岁连姓男子未满足个人性欲,去年中期机车尾随夜归单身女子,从后方伸出手抓捏女子胸部,得手后随机汽车逃逸。 新北法院考量连男犯后未获被害人原谅及和解,作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判刑三个月,得一颗罚金九万元,可上诉。 判决指出,连姓男子去年八月底,骑车行经新北市新庄区画城路一处巷子,建议明夜归妇人独自一人行走,镜色心大发,从左后方靠近妇人,伸手抓捏女子左胸部,妇人受惊大声呼救,连男得逞后训捶骑车逃逸。 警方或报告调月路口监视器,以车追人隔天逮捕连男道案,由于连男于一百年间也曾以相同手法犯下强制猥胁案件,经新北地院判刑九个月,于101年九月执行完毕。 因五年内再犯可加重其刑二分之一,但连男在去年八月犯案,已超过五年期限,虽是类犯但法院也无法再加重刑则,新北法院考量被害妇人离婚并独立养育两名子女,受害后产生创伤后压力症后群症状就一多次, 且连男犯后均未获被害人原谅也未达成和解,作以违反性骚扰防治法,判刑三个月,得一颗罚金九万元,可再上诉。 新北市连性男子未满足个人性欲,去年中骑机车尾随夜归单身女子,从后方伸出手抓捏女子胸部,得手后随即骑车逃逸。 新北法院考量连男犯后未获被害人原谅及和解,一为反性骚扰防治法判刑三个月,是意图English分享。